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 再忙 再累 都不要忘记 要心痛自己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人生就好像天气一样 是可以预料 但是往往就会出乎意料之外 无论是阳光灿烂 或是聚散无上 一份好的心情 是我们一个人 人生里面 唯一不能够被剥削的财富 我们要把握好每一日的生活 照顾好我们的身体 这个就是最好的珍惜 得之坦然 失之泰然 随性而往 随遇而安 一切随缘 这个就是最豁达而有明智的人生态度 我们都有缺点 所以我们彼此要包容 我们都有优点 所以我们要彼此懂得欣赏 我们都有个性 所以我们要谦虚些 我们都有差异 所以我们要接纳对方 我们都有伤心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互相安慰 我们都有快乐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分享 因为我们有缘相识 请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位家人 每一位朋友 开心过好你的每一天 十年之后 你保持了有健康的体魄 你还能够到处去旅游 打拳 跳舞 你的子女就说 哎 爸爸妈妈 你们真的很聪明 懂得保护自己 记住 我们给子女最好的礼物 是我们自己的健康 这件事很重要 我再说一次 请大家记住 我们给子女最好的礼物 是我们自己的健康 其实人的一生 你做好两件事就可以了 第一 教育好你的子女 不要危害社会 第二 照顾好你自己 不要拖累你的子女 再过若干年 我们都会离开 对这个世界来说 我们将来就会变成历史了 我们奋斗一生 带不走一草一木 我们执着了一生 但是带不走一分繁荣和爱慕 今生 无论是贵 贤 贫富 总有一日 我们每个人都会走到这一步 到了天国之后 默然回首 我们这一生是怎么过的呢 所以由现在开始 我们要用心生活 日日开心快乐 三千繁华 谭子撒那间 请你善待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没有下一世的 一辈子真是很短 有很多人说 我要好好过我这一辈子 但是 走着走着 就变成了曾经 变成了历史 又有几多人说 我们要做一辈子的朋友 但是一转身 就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有些明明说 我们明天见了 但是一觉醒来 可能就变成了天国一方 所以趁我们都还活着 爱人 战友 同学 朋友 同事 能够相聚的 就不要错过 能够爱的 就认真去爱 能够牵手 就不要放开 能够玩就玩 能够吃就吃 请你珍惜身边每一个爱你的人 互相理解才是真正的感情 不要令到你的人生 留下太多的遗憾 因为再好的缘分 都经不起肤浅 再深的感情 我们都需要珍惜 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傻瓜 只有愿为你装傻扮懵的人 那些原谅你的人 他是因为不愿意失去你 珍成才能够永远双手 互相在一切 珍惜才可以长期拥有 做人做事 请大家记住 当有利益的时候 不要不让人 当有道理的时候 不要不饶人 有能力的时候 不要嘲笑人 太精明 令人讨厌 太个挑剔 被人嫌弃 太个骄傲 会令人鄙视你 所谓 人在世间走 本事一场空 何必处处计较步步不让 说话讲多了 伤害人 怨恨讲多了 怨恨的东西多了 你自己伤神 与其伤人又伤神 就不如不要这么执着啦 我们的一生人 就是要贪徒 无愧于心 犹言自得 世间上的道理 你争不完的 你争赢了道理 你失了人心 世间上的利益 你赚不完的 差不多就可以了 你记住八个字 财罪人散 财散人罪 明白吗? 心幸福 日子才会过得轻松 人自在 一生才会值得 想得太多 容易烦恼 在乎太多 容易困扰 追求太多 你会累到不得了 好好珍惜身边的人 因为下一世未必会相复 好好感受生活的快乐 因为转信即逝 好好体会生命的每一日 因为只有今生并没有来世 欠给家庭 同学 同事 好朋友 好兄弟 好姊妹 以及爱我 和我爱的人 各位 我要再重申一篇 这篇这么好的文章 是出自清华大学教授 王洪亮教授 大家 两个字 里面有个不得力 先打开 王洪亮教授 我们刚才说 王洪亮教授 我们在家和小学 stitches 80 里面有一个小学 我们一切都要教授 我们在家的功评之下 我们在家闻知道了本节一切不仇 这些事情都不必须 我们在家闻记住